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星期三在澳洲坎培拉 与澳洲外长黄英贤 举行了第七轮 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表示 中澳关系实现破冰和重新启航 各领域逐步恢复交流合作 他强调中澳关系应该坚持独立自主 澳洲外长则表示 两国将以更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 他透露中国总理李强 今年将访问澳洲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澳洲 是七年来首次有中国外长访澳 王毅星期三在坎培拉 与澳洲外长黄英贤 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时说 2022年7月第一次见面时 正值澳洲新政府成立不久 双方提出要重整形状再出发 在共同努力下 中澳关系实现破冰 重新启航 各领域交流合作已经逐步恢复 这是一个成前起后的重要的年头 我们应该在迄今 双边关系良好势头的基础之上 携手合作创未来 以更加积极作为的姿态 共同构建 更加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澳洲外长黄英贤说 澳方愿意与中国不断深化 经贸 人文等领域合作 他对双边对话 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感到满意 王毅则透露 澳洲葡萄酒的案件 已经得到妥善处理 这个月底将发布最终裁决结果 他强调 中澳关系的发展 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该受第三方的影响或干扰 黄英贤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两国会合作 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可能今年内访问澳洲做准备 我们下期见